天热不想吃饭,可以安排这个酸汤鱼片,嫩滑入味,酸辣过瘾,做酸汤鱼首选黑鱼片,放盐,胡椒粉,葱姜水,一个蛋清,生粉抓匀 这是鱼片肉质滑嫩的关键,油热下鱼骨六面煎香,再放姜蒜青红椒炒出香味 倒入适量长姜水和一包这种熬制好的酸汤料,其他什么调料都不用放了 煮开后放点自己爱吃的配菜,烫熟捞出垫在碗底,然后下入鱼片,小火煮个三十几秒就可以了 是不是很简单,你也试试吧 今天教你们一个下了一天半回到家,有事我就能做的 调料的配方在屏幕上,关键的就是奥尔兰粉和可乐 打葱,生姜打底,放上鸡腿肉 今天有一点点感冒了,就不喝冰的了 来一口水果茶,补充一下维生素 看看鸡腿肉的光泽,重点是还特别的多汁 来,先给你们吃一口 因为倒入了料汁的关系,米饭也超级有味道 再来一口暖呼呼的水果茶 要不要给你们天赋很快啊 前两天提到手脚冰凉,大家的反应都很大 看来很多人都有手脚冰凉的问题 今天再来教你们一招 男朋友一定要选的泡脚汤,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 一小块生姜,一把花椒,一小村艾草 材料很简单,一般的药店都可以买得到 加入清水煮食沸腾就可以了 煮开后捞出残渣 每天泡30分钟 快让你爱的人在这个冬天不手脚冰凉吧 天气冷了,你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吃的 今天就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烤羊排 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 苹果和梨可以增加一点果香 先蒸个8分钟 小料用油滋一下激发出香气 然后加入生抽,老抽,蜂蜜 选择烘烤模式200度35分钟 打开烤箱的一瞬间,也太让人流口水了 焦脆和鲜嫩都在这一块烤羊排上了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今天这一道,只要你会冲签子,就一定学的会 按顺序把食材烫熟 今天用到的是这个,加点滋味波波鸡 这个料理包味道超好 和其他用粉的不一样,里面是真实的鸡汤 做法没有任何反车点 先不要急着吃,泡20分钟味道更好 正在这时候来做一个颜值爆表的饮品 一勺白糖一勺白凉粉倒入叠豆花水 再几点柠檬汁就会变成很好看的粉色 三片柠檬,半个西柚,一勺白糖倒入汁水 按顺序蓝色冻,紫色冻,最后倒上绿茶 香蓝不辣,滋味浓郁的波波鸡 再来一口满满果冻的星空柠檬茶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我家那位很满意今天两道菜 你家那位爱吃什么呢 开小火,锅底一层薄油,青红椒炒香 来一大块辣白菜,水加到八分满 只需要一勺灵魂汗湿辣酱调味 等辣酱融化了,再加入豆腐和肥牛,先慢用 再来一口他最喜欢的大虾 盛出一些炒香的粗盐备用 涂上一层小葱,倒入大虾 用剩下的粗盐盖个被子 盖盖蒙五分钟 暖心又暖味的辣白菜肥牛豆腐汤 搭配咸香的盐局虾 锅虾应该是男朋友的基础技能吧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最近我们俩吃太好,胖太多了 他要求来点低卡又广报的 所以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低卡饭团 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 盐质的配料不需要太多 只要这几样就够了 起锅热油 下鸡盘煎到微焦 这个时候口感最好 一层杂粮米,一层生菜 放上煎好的鸡排 胡萝卜丝,青瓜丝 再来个鸡蛋 这样营养才均衡嘛 用保鲜膜包起来 记得包紧一点 腰部会散 从中间切开 好看,好吃,还不胖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前几天看到这个肥牛的做法 我可以一定要试一试 先请肥牛喝光一饱可乐 肥牛最好要厚一点 加入屏幕上的调料 给它露露味 小熊切断 简单地给荔枝去个盒 把葱擦进去 再用肥牛卷起来 你别说一个个还挺好看的 平铺在烤盘上 接着就是专业的烧烤手法 每一面都要均匀地煎到 只要把肥牛煎熟就可以了 撒上黑胡椒还有芝麻 真的很贼笑 难得买了那么多荔枝 来自为为喝的 荔枝,香水柠檬冰块,爆锤 倒入绿茶选科一下 喜欢甜的也可以加点果糖哦 肥牛的咸和荔枝的甜结合得刚刚好 一点也不会腻,真的很神奇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吃面了 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火锅焖面 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 加入火锅底料和喜欢的丸子 盖上盖子,拎上一会儿 最后来点葱花 简单到不要不要的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为喜欢的人做上一百道菜 他肯定也会喜欢上你的 肥牛先用开水花开 把洋葱和番茄炒出水分 加入清水 根据自己的口味放入咖喱块 接着放入乌冬面 还有最喜欢的肥牛 再向盖子先蒙着 草莓的季节 来做一份草莓红茶吧 你们觉得这样的一杯怎么能开家那茶店呢 洋葱面也蒙熟了 撒上葱花 满屋都飘着咖喱的香气 闻起来全身都暖暖的 来老规矩先给你们吃一口 怎么暖心又简单的咖喱的冬面 快来你的男朋友给你安排上吧 答应我 吉凶肉不要得水煮了 快来你的男朋友借好笔记 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 加入屈心三件套 煮熟后捞肤 找对象搬个麻 撕成鸡丝 加入屏幕上的配菜和调料 抓拌均匀 黄瓜丝和胡萝卜丝 可以很好的增加口感 但吉准肉没有那么柴 香辣可口的索斯鸡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上次的虾片汤有五千多万人看过 我听取了你们的建议 把它做成了真正的虾片 他超喜欢 快来你的男朋友做好笔记哦 处理好的虾加入屏幕上的调料 抓紧腌制十分钟 按板上撒上面粉 敲打五百二十下 就会变成这样的半透明状 夹到虾片变色 表面变得酥脆 不管是撒点辣椒面 还是长长番茄浆 都特别好吃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要是女生爱吃的东西 里面肯定有猪蹄 这可是猪蹄最简单的做法了 所以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吃的 黄豆焖猪蹄 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 猪蹄一定要焯下水 加入葱 将料酒去腥 加入大葱 姜片 干辣椒 还有提前泡好的黄豆 还有一包黄焖酱汁 其他的就不用加了 啤酒可以很好地让猪蹄 变得更软辣入味 这么诱人的猪蹄 你不心动吗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每次做这个番茄土豆肥牛 孩子都能吃好几碗大米饭 先把肥牛烫变色捞出 油热下葱姜蒜炒出香味 放一包调制好的番茄汤料炒出红油 加一碗黄河水 下土豆丁 扣盖煮5分钟 再放入肥牛 一勺生抽小火不足1分钟 汤汁泡上大米饭绝了 很多人窝笋捡回来 只会炒菜吃 却不知道还有一种更好吃的做法 首先去皮的窝笋切薄片 加适量盐抓匀腌制20分钟 再洗去多余的盐粉 然后加蒜片 葱丝 小米椒 生抽 陈醋 白糖 蚝油 芝麻 一勺小墨香油 拌匀即可开吃 这样做的莴笋爽脆又开胃 你也试试吧